那我先介绍一下浩雪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老师 我本身是老师出身 所以我对于学校的一些应用 其实是一直是希望在学校的智慧校园 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好的一个情境 包含行政啊 这个叫做学习部分 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整合情境 所以我们在这个从 我们做学校的智慧校园的校务行政系统 和学习平台我们都有涉入 像我们产品有One Campus还有One Note 然后做所反转的学习平台 那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各县市教育局 包含像新北市的亲师生平台 还有台北市的库克云 还有花莲的亲师生平台 它包含最近我们跟宜莱 在合作它的这个iPorto 然后还有在高雄的部分 也做了这个叫做学习平台的这个入口 那我们在最主要大部分的做的方案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应用其实是很多样化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平台上 就有像军医学习Bar Agamo 然后还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系统 那这些应用系统 其实在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 他需要很多复杂的这种整合的情境 这样就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学校当中 可以用个单一账号 然后用单一班级 然后用单一的训习推播系统 就可以整合在一起 基金科技是专注在 将影音网路化的这个技术 那网路化的意思就是 把数位网化完之后呢 截取完数位化 然后再透过压缩 然后透过网路传输 透过硬碟储存 然后甚至两点之间的这个 device 之间的影音交换 达到通讯的效果 那所以我们以这种技术 就做了一些 跟教育有关的产品 比如说最常使用的是 入波系统 那再来就是影音交换 就变成同步课程的这些系统 那每一个系统 它本身就具备有 所有的这些刚刚讲的功能 包括截取啊录音 然后压缩 传递 交换 等等的这些功能 那目标 其实是为了要把所有的这些 影音截取的工作把它简化 因为大部分大家想到的课程 要把它变成一段影片 会直接想到一个摄影棚的概念 但它摄影棚里面最复杂的就是要有长进者 要有导播 然后要有一大堆的切换 那这个不是一个教室可以处理的行为 它是属于比较专业的设备 跟有专职的人员来做 那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功能呢 集合在一个简单的操作界面上 我们知道就是教育业者要跨入web3 其实真的有点难 那我们就用API让各位教育业者 如果你有认证的需求 然后有数据还有就是资料 就记录保存的这件事情 就可以透过API串联 就可以到web3 那就这么简单啊老师说 所以但我觉得我在看教育的这个产业的下一段 其实就是怎么让我们的人才 可以更快的跟跨国人才就是做交流 甚至是我们这边读完书的整个学习历程 怎么样很快的可以就是跟国外的一些 就是学校做对接 或者是让学生可以更快的找到适合的工作 我觉得这都是在web3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是期待就很期待看到的 所以我就是也很开心马莎的邀请 所以我这边有什么web3的资源 我都会第一首先告诉马莎 就是跟他分享 那所以今年11月应该我们有一个 其中也是我们的投资人 也就是AAG Venture 他专门就是做web3的develop anyway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蛮好的机会 可以去explore和合作 跨国的合作 因为我们这间公司啊是专门做AI的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 我们会说我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工程师 那我们想用科技卫生音创造更多的互动方式 那我们 教学是我们的其中一支柱子 那其他之外我们还有音乐啊制造跟新媒体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透过AI把声音处理变得自动简 那个我们现在的主轴会主力会放在就是人的声音的处理 那就是我就是人降噪这一块 降噪之后呢我们可以会我们接下来会有即时的足字稿 即时的字幕 那有了即时的字幕我们就可以做即时的翻译 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跨语言的学习 我想在语言教育里面咬字或者是口说都只是第一步 掌握到这个语言或者是这个文化中的精髓 这中间的知识传递是更重要的 所以跳脱出就是为了不让学生受到语言的瓶颈限制 所以我们就让学生可以看得到就是这堂课的字幕 那你想要转任何的语言都可以 那有了这样的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用在歌唱上面 歌唱歌纸的对位 那或者是歌唱的评分 歌唱咬字的评分 强调的是一个Steam的概念 让孩子学生可以自己去创造自己的VR 也就是自己的元宇宙这样子的概念 VR Covation因为我们直接把3D建模已经完全多列都提供给大家 VR应用除了大家所认知的物理、化学、生物、太空、地科等 我们针对于语文上、艺术上 然后整个展场上的部分都有相同的背景可做使用 那可是每一个学校或每一个教学场域 或甚至你们在做商务上的开发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问到说 那有没有我自己本身独有的素材可以应用在你的软体上 所以我们除了最基本的JPG 然后PD、沃尔档这种东西之外 然后影片的格式 包括于3D建模的格式 FBX跟OBJ这两个格式 都可以融入在我们现有的创作平台 所以下面这两排的部分 我们提供110个现有的素材 包括细胞、包括人体、包括外太空、包括语言、诗词 都在这样的平台可以马上做自主 就可以取用在做你的教学上 那我们在台湾的额市战略也几乎有到七成到八成 但是那我们在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面临到一个双支所一个转型的瓶颈 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机器是比较是没有带任何系统的 但那时候的话因为海外有一些不同的厂商有这种新的产品出来 那我们台湾这边也开始陆续有收到这种类似的消息 那我们公司当时候就毅然决然把我们那时候很 就是蛮强的一个产品性就讲说就是逐渐给它做转型 那我们就在生产的不同的就是有带有像这样的 大家都看到就带有安卓系统的一个触控萤幕 这样子给大家做应用 那当然在整个的产品的制造的方面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化 就是整个会比较降低 那我们在海外拓展的时候会相对就更有优势一照 其实从出光幕起这样 那陆续就提供一些像是显示器啊 实力照廣告机啊 或是一些偶外的桌面设备 像这就是一些主要的桌面设备这样子 那就提供一些不同的这样子整体的智慧建设的打造 包括这种科技外的黑板的提供 就是说我们公司在海外的目前的硬座这样子 那目前海外的市场的话 目前就是应该是东北亚跟东南亚是属于大众的市场 那当然说台湾的 说真的台湾的市场的在教育科技这一块 它是相对比较前面的 比如说东南亚市场那边 他们相对有些是因为国情 有些是因为经费问题 他们整体的 对快教育市场的建制上面都是相对比较 还没那么成熟 所以实际说你没有换个角度想 它是很多上级的 大家好我是Seth Knowledge 是卫星的品牌观看见我叫文鼎 然后我们公司成立快要三年了 然后应该是目前台湾达到最多门 就是销售破千万的课程平台 然后比较有名的 有几个可能大家有听过 比如跟台大叶秉诚老师一起合作开的 简报沟通课 然后或者是MJ黎明江老师所开设的超级数字立奖 一生受用的财务思维 还有跟教编谱老师 就古典音乐界比较小知名的教编谱老师 也去合作了就是线上的古典音乐课 那其实这几门课的人数像前面两堂课的人数 都达到就是超过一万五千人左右 那前面提到就有比较硬的课程 就至少会用到的 然后也有比较软性的课程 像生活美学或是古典音乐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 所谓精品级的课程就是 它的讲师不一定要很大咖 我们在站上卖的很好的课 也有不是本身自在流浪的老师 那但是透过精密的市场调查 希望说是真的去满足跟解决 使用者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这个市场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然后你接下来 大家消费者的选择也更多 所以关键又还是回到说 你的平台只不能够做出 人家想要学的东西 那大家自然我们现在推出的产品 主要这几年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是推出了一个365 一个环境一个直播的工具 我们推出了一个相当容易操作 一键直播到社群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Rocky360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也已经在市场量产 也开始在对学校 对企业单位对政府单位 就开始在做销售 如果需要影像串流 尤其是在直播或是在视讯 那基本上我们的Rocky360 是目前唯一的一个选择 然后用MIT的部分也是一个 唯一的一个选择 未来会推出一个影像360 一样是360的一个影像串流的一个 RockyLive的一个平台 那希望就是能够在比较封闭式的一个 一个环境里头 有一个品牌的产品 加上一个串流的平台 能够来提供更多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 达标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台湾一个完整的一个360度 环境影像应用的一个生态系的一个资源 那个solution的一个provider 那数位学习的部分 所以我们自行开发了一个线上互动的微学习平台 我们叫做去聊 英文叫去 chat 那我们另外也在为学校跟国际姐妹校共学 我们叫做共学 研发了一个系统叫做学办 learning mate 那这是一个利用学校的学生 与国际的学面校的学生 来做一个口说练习的一个平台 那这也是属于应该说 我认为技术来讲还好 应该说是一个business model的一个创新 那当然我们也代理了国际的 致命的一些AI的自学平台 不自乎也做了一些 也代理了一些所谓的解定考试上 文艺语开发的平台 叫global exam 那这两个都是国外的产品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 特质化的英语和华语的课程 甚至于义工的华语 所以我们大概说 应该说我们把语言的学习 从线上线下做了一整套的一个服务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荧幕比较小 slogan上面写的是 我们叫做language expert 你这东西语开发出来的 这个台湾最大的ARBI平台叫做Meka 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现在是变成一个Meka的XR 它是用来解决高成本高技术 跟长时间的开发的方式 让这个内容开发者 可以只要透过图像式的拖拉 就可以快速建立ARVR的应用内容 并且不需要学习任何程式语言 对于开发这种ARVR的学习教育内容 还有相当产业的这种SR训练内容的发展 具有相当的使用的吸引力 蛮多人在用 那我们目前在国内 除了在政府采购会网上面 已经有就是说可以采购 那也有信用采购网上也有上架 可以通一些学校单位申请 那我们目前的产品有几样 第一样就是说 在我们的上课系统上面 我们加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像目前大多的线上课程品 大多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纯绘画课程 纯互动课程 那这种类型呢 会以例如说 语言类型的课程居多 可能像线上的英文课程 绘画课程 那或者另外一种 它可能是比较讲求教学技能的 可能像入播影片式的方式 但是我们希望说 给老师比较多元的开课类型 所以我们其实有开发了 蛮多种的教学平台 跟教学功能 以应用老师的需求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有开放 让老师使用独立的网络学校造成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这个 现在网络的时代 非常多的老师 他们都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累积了非常多 专业的技能跟经验 我们希望各个可以 把这些经验呢 可以散播出去 所以我们让老师 有这个个人网校的功能 让他上面有 可以销售课程 那我们提供老师 经由待说的服务 我们公司其实长期以来 专注在英文 语言的学习 那在这近几年 也有开发一些日文的产品 那由于少部分是华语的产品的研发 那我们提供了这个 从三岁到成人 全年凌晨的英文的学习产品 那我们每个月也发行了杂志 所以大家在成品书店 或是金纸张 都看到我们的杂志 那还有自学的重书 然后还有卖给这个 这个台湾各大专院校的英文的教科书 等等的这个出版品 那我们内容包括了儿童的英语 那这个考试检测用的英语 商业英语 生活绘画 等等 那我们除了深耕台湾市场之外 那我们也跟全球知名的出版商 合作伙伴 来共同开发这个海外的销售通路 包含美国的CNN Megra Hill 然后韩国的SEG 泰国的CA 等等的这些大型的出版社 我们有很多的IT的团队 我们有四个team 所以我们可以做网站 可以做AR VR 然后可以做APP 在2013年的时候 就已经推出一个MRQ 叫Mob Plus MRQ 它就是叫Make AR Quickly 这样的一个互动平台 它主要是针对B to B B to C 商业的互动媒体平台 其实我们也是透过一开始 先去导入到商业的开发 去对接商业的市场 去印证说 其实这样的平台在商业上 它具备更多的服务能力 以及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它在使用这个平台上面来讲 它有平台的获利的能力 雨萌在产业来讲 因为12年了 其实我们在 我自己觉得在经历过 1000个以上的实证案例之后 是觉得MRQ确实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学校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的平台 我们目前对于教育市场的商业模式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不同的软一体 整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之外 我们还要去结合 比方说产次更好的一些媒体的资源的内容 学校他非常喜欢雨萌的这个平台的原因 是因为他除了提供一个模组化的功能之外 他也可以把客制化的这个模组 放到这个平台上 让他们一样可以去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市场 也就是教育市场里强力主打的 3D曾经是虚拟摄影棚的主机 真人及时去备之外 他里面还有内建的3D虚拟场景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是真人 坐在我们的虚拟场景里面 做他的直播带货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教育界应用的情境 那另外一个呢是企业界应用的情境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群人 他站在绿棚前面 那我们呢可以把这群人呢 做及时的去备 放到后面的这个360的环境照片里面 其实我们的市场一开始 就是以教育市场为主 那教育市场里面 其实我们主打的就是拧针式的沟通 那拧针式的沟通 其实要克服两件事情 一个是临场感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疏离感 去降低他的疏离感 跟提升他的临场感 那整个市场的定位 会是在教学价值的提升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线上教学其实就是主题跟课题 老师跟学生 也有可能现在是反过来 学生或者是老师 就是学生是主题 那教学价值的提升 其实不是只有内容 而是教学的流程 还有教学的平台 还有去主体他传达的讯息 够不够精准 跟受题他能不能够完整的接受 最重要的还是客户体验 我想刚刚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 其实教育市场的经营 跟一般这个消费市场不同的地方 就是教育市场它比较封闭 而且它的需求也跟一般消费 消费者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必须对于学校老师 跟学生在学习上课中 上课前跟上课后 等等的这些使用的情况 跟它的环境都有一些充分的了解 掌握之后呢 然后呢导入这个产品的设计开发 能够掌握到教育的脉动 同时呢我们也跟很多的业界合作 掌握了很多的软体硬体整合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教育的这个经费是有限的 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怎么在运用有限的教育资源 规划出一个学校目前可用可长可短的 一个系统方案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是用语音辨识 针对每个句子评分每个字 甚至到每个phone都去做评分 那我们提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服务师 我把我的平台open出去 我的平台上是没有任何的content教材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在上面放你自己的课程内容 你的教案 有点像国外的卡户 那最重要一点 我们当初开发这套的初衷很简单就是 口说 我们目前流量已经破100万了 那米豆奶科技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个补习班教育单位 推出一套ERP的一个 那个内部的一个行政的管理系统 是打造一个百分之百纯云端的一个界面 所以它不用安装 不用下载 然后呢 它登录后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的系统呢 因为它功能比较完整 它像是排客 还有像是我们的系统呢 它可以结合LINE 去做一个那个 比如说是缴费通知 那或者是学生的一个到班通知 或者是电子联络簿等等 这些部分啊 我们直接透过LINE 去做一个那个讯息的发送 未来呢 它细胞化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跟外面的 去做一个API的串接 每一个子模组 都可以去跟外面的系统 去做一个那个API串接 那每一个独立的模组 也可以提供给外面的产业 去做一个使用 凯电 其实大概这几年 大概会比较熟悉 那我们是属于SARS的 服务软体公司 那目前大概公司大概 我觉得比较值得提的是 大概有一千多万的活药会员 电子签署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其实大概是 也是在这两年大概走向这一块 因为其实这边有连带 就是公司也开始在往Document AI 或是一些RPA的相关的一些 模组的开发 这是目前公司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整个市场来讲 70%还是在国外 尤其在欧洲 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在 我们是比较亚裔的地方 因为甚至它的推行销的一个模式 都不太一样 那在台湾大概你就 For Enterprise 大概是必推的模式 那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转型的契机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公司的一个一路走来的影响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什么 因为我大概不会去讲就是公司的技术面还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很多公司这一块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可能也不是最好的 那不过就是因为我们从新创公司 从十几个人这样走 走到现在我们大概相信300个人 那我们在美国大陆都有分公司 那日本也要成立 那台湾巴斯一间教育 我们会现在把自己定位成一间教育IP公司 我们目前的主力还是以 提供内容行销服务 或者是做IP授权 那以及我们的实体教材贩售 那我们伙伴目前大概在50个人左右 那最早大家熟悉的就是做各式各样的知识内容 那这也的确成为我们的目前 在新的数位教学时代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持续持续的被使用 对那当然在台湾我们就有许多的联名 包含博物馆 委托我们制作好的数位内容 就是可以让老师去透过我们的工具 去建立一个帮他改作业的AI系统 那这个是基于文字跟自然源的 意思就是学生一篇作文丢过来 那我们的那个老师用我们工具做出来的AI算法 就可以给他及时的回馈 告诉他说这篇作文的地方要怎么改 这个地方要怎么改 然后这个作文大概是几几分 那你需要再怎么调整才可以把你的本数变得更好 如果要教人做沟通 如果要教人做要写信 如果要教人写计划书 如果要教人如何使用好的词文词啊 词照这些的 这些都是我们有在能够提供服务的一些主义范围 所以呢我们的工具就是让一个可能很简单的 基本前端工程师 甚至是一般的行销企划 都能够操作我们的工具来建立起一个 有符合他需求的即时回馈的AI模型 那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跟Intel合作 投入第一台的教育笔电的产品设计研发 那至今大概已经超过14年的时间了 那至今为止我们也参与超过80个 80多的国家一个大型的教育标案的一些部件 我们事实上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是 教育解决方案的提供的厂商 因为我们观察到其实在前端的教育这一块 因为在数位教育这一块 他们对于数位教育的接受度程度 我议计在后面几年会越来程度越来越高 那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各国的学生对于AI的学习 会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习惯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样的AI的技术 在我们笔电上面的一个整合上的应用 那在安全性的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未来会着重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我们硬体上的一个安全性的配备之外 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人 软体的解决方案是在如何处理在资讯传输 或是在网路上的一些安全性的使用 那我们这一个品牌的话 我们主要的话是想要解决的问题是 现在学生他在在学校学习学科的时候 可能会有那个学习力低落 然后挫折感大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爱宝充科教育的这个目的 是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觉得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内容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有提供这个教学资源包的部分 那让老师他在备课上面或是上课方面 他可以比较轻松容易的去进行他的课程 那这个学习过程的话呢 我们就有搭配一些学习的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的话 那我们就是让他们可以做一些 像是现在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需要远端教学 那远端教学的话 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 跟学生有些做互动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个摩斯米的平台 让就是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在做远端教学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互动跟连接这样子 那我们仁安资讯就是我们已经成立了35年 其实是非常悠久 那我们主要的话就是做CNC的培训 那是有包含像是车床洗床 然后像三轴四轴五轴 这些的培训我们都有在做 那对象的话是有高中职 然后科大就是技职院校 那也还有像是职讯 这些都是我们的对象 CNC大概走了约略十年以上的营运经验 我们大概是之前从欧洲开始 就还蛮欧洲的 在欧洲上面来讲的话 就对于教育的部分来算是到最前线去观察 然后去做一些体现的布局 因为我们以人为本 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产品 还是品牌的一些行销活动 都是希望能够带给消费者比较好的使用体验 所以可能也许我们的产品 对于有些人来说它的功能 也许不是最先进的 也许没有最多的程式 然后也没有最多最多的教材 但是我们其实对于很多现场的老师 反应来讲的话都是我们的东西很好用 A30的One Stop Solution 我用我的脸当背景 那这样子我可以直接把我的镜头打开 然后这整个是一个 就是麦克风也是一个speaker 那像这样子的实物投影机 它可以去照像是老师的教具 那同时也可以当成一个webcam 去做就是远端的教学 然后学生如果带回带回家 这是一个grab and go design 所以它带回家以后 可以轻松的设置在家里面 那搭配我们的教学软体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solution 硬体有了软体也有了 那现在BIOD家里都有电脑 都有各种东西 所以连接上以后可以马上使用 所以这样的方便 我们公司主要是像刚介绍一样 做steam的教学整合软体 我们属于软硬体整合商 然后提供老师比较快速的steam教学 然后这边的话 会是我刚提到的所谓的 比较创新的教学方法 然后这也是steam教育主要的核心 他们希望学生在学习了以后 最后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实际经验 有了实际经验以后 那这样子的话 他在学习力也好 赞助度 然后领导力也好 这几种能力向度 所以左手边我看到 E-learning我代理的全世界最大的品牌 Skylastic 还有从英国的Renaissance 他们的资料库都是上千本的电子书 然后包括学习的历程等等 这我的左边 那我的右边的steam 我除了我们公司开发的T-Robot之外 我同时也代理有一个叫做EIE 大家有看到吗 那是美国波士顿的steam教材 还有那个Marcourt Hill数学的教具箱 所以我用两个主轴 E-learning跟steam做公司的推广 那我的开发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训练孩子 能够Proven Solving 解决问题 跟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所以我的机器人 左边他的卡片 就是有点类似是Coding的卡 然后我最后启动 让机器人去走一个任务 就是这么简单 那基本上 例如刚才已经讲到核心了 我们的产品主要就是LEAD 就是四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这样子 那L的部分呢 它代表的就是学习 那我们主要呢 基本上我们是做K12为主的 线上学习平台 所以就包含了 国小国中跟高中的内容 E的部分代表的是测验 所以我们是把所有的题目 都已经线上化了 那目前也累积了大概70万题 那近年可能比较夯的一些 什么素养提醒等等 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持续有在做一个更新的 中国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